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有问必答的环节 身边嘉宾有要採政圈研究部 各级分析员王伟豪在这里的Raffi 早上 马都和大家再看看大市方面情况 暂时升幅都是维持着超过1% 暂时升至384点报28377点 另外先看看电话方面的情况 电话旁边有林先生 林先生你好 早晨 早晨 想问什么股份 941没有货 现在应该在百多元边 应该如何部署 他完全没有货 可以骂他和上网多少 好 看看941方面 情况先 原价报在107.4 暂时升至1.6% 升幅超过1% 暂时来说大牛市的呈现 会否有机会 可以现在先是吸纳 都看回 可以拚一段时间 当然你说941方面 我得的确你找找买 绝对可以考虑得过 因为一来就没错 近期都比较多偏淡的消息困扰他 一来就见到他上下量方面 有个明显放缓 二来就之前的一个降价 即是降价因素 但这些来说 我相信都比较短暂性 一来就减价方面来说 我觉得影响性不是相中那么大 二来的上下量方面来说 没错刚刚这个月放缓 但始终一来就比较淡贵 我觉得反而你可以看多 未来后市的几个月 只要未来几个月 都叫做回复一个不错的表现 我觉得其实不是很差的 所以反而真的借着这一刻 可能个别消息是有偏淡之下 看看有没有低位 可以叫做闹一闹 上一上车 因为始终后市来计 不论你以中热洞来说 特别在内地是没有上市的话 那我相信随着你说 真的经常说两边市场互通的话 那对中热洞的追捧性 我相信都会是有的 那本上有一定 是会比较不错的一个大同在 那但是你说个价来说 那好没有现在那么急去考虑呢 那我觉得你可以多看一会 因为其实今早早没错 曾经这刻都是叫做 小小烈口上了来 那但是你见到上完来之后 其实去到大概20天线 109元边其实都一定阻力 暂时是升不破的 那所以如果20天线升不破的话 那我相信股价其实有条件 可能试试106元以下 那所以反而我觉得比较漂亮的价位 大概104-5元边左右 那我觉得才考虑会好些 那中线来说 那才以115元上做目标价 那而下面呢 我相信只要其实不穿回 大概9-4元以下 那问题不是太大了 好啊 林先生 可不可以帮到你啊 OK吗 OK的 多谢了 很丰富 麻烦你 好 谢谢你的来电 好 下一位家庭观众 还有林小姐 林小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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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1053 是 我有两个五毛多日 是 好 是想少少放的 嗯 先看看1053的重兴钢铁股份 现价报在两个二毫半 升超过百分之四 虽然今天有个较明显的升幅 但是家庭观众林小姐 本身都在两个半持货 暂时还有少少价位 才回到家乡 先来 有没有机会带上去呢 另外如果真的想快点走的话 可以是后什么位置呢 如果二番你说两个五毛多有货 现在就差大概两个多指导 大概是五十一成左右 就差点回到买入价 但是我觉得你以后 都挨了一段时间的时候 可不可以一阵子 今天升4%就走呢 我觉得挺值得再看一看 因为一来始终这个市场 都是比较旺一点 所以市场一旺 对一些资源类的股份 其实一定会有过不错的推动 因为本身的敏感度比较高一点 虽然本身港铁好 或者整个团铁业也好 前景就不算太理想着 都仍是一些产能过剩的 比较严重的行业 但是我相信 未来中央都会着手 其实处理一些产能过剩问题 或者淘汰一些落后产能 也会对他们来说 有些声音来推动 所以可不可以看一看 可不可以借着这因素之下 再借势叫上一上 而且以整个走势来说 其实今天也算不错 就是前一段时间不断在一个 橫行在两个一附近 慢慢在50天线楼上 就打了底 到今天来说 除了市场夹升之下 他也尝试有一个突破 初步突破20天线 我相信只要在短期 能够站在20天线楼上走 其实有机会试一试 大概两个半楼上水平 所以可以看一看 大概20天线 靠近两个二附近 能不能够站得稳 我觉得只要两个二是短期不穿 我建议你再拿着 反而弹高一点才减薄 而调回来说 如果未来二天线 真的都站不穩再穿下去 我觉得先考虑这事都未迟 好 帮到你了 林小姐 我想问是857 是857本身有没有货价 是吗 有 9.9入 是 好 暂时有857中石油 升埋近2% 报9.72 9.9有货 其实也不需要太担心回不了家乡 甚至乎有没有机会再望高一线 我觉得暂时有9.9有货 虽然现在在挨着毫多指价位 但还是先打住 因为我觉得这样说 虽然有价价仍在反复 但较较小的牌 也算是好花不少 而且只要市市 我相信你还有力升的话 以857这些石油石化股 或者一些主流股份来说 其实应该都不会太过差 所以这两个因素底下 我觉得就挺值得再继续一继续它 而且回走势来看 其实也一样 其实这个走势 跟刚才问到的重影钢铁有点相似 因为始终有一些资源类的股份 你看到也一样 它本身在9.4这边位置 打了一阵底 也是力守着50天线 到今天来说 也算是突破了20天线 有点突破 但虽然这一刻就开始试分20天线 但我觉得你可以看看 究竟是否真的如期可以站得稳 大概9.7这边位置 只要接下来9.7这边跌不穿 或者是能够站得住的时候 其实有条件试分上大约10.2 所以我觉得这股份 就不需要那么急 去做任何举动去走货 或者怎么样 反而这10.2 做短期的目标价 如果你下面真的担心 我觉得反而看低多一点 大约9.4 这一层要穿9.4 我觉得才考虑去短期指摄你一场 好 谢谢发便解答 那么听下一位家庭观众 王小姐电话先 王小姐你好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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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问什么股份 268 想问什么价位可以入无货 不知相望有多少 想有点回答就走 好 也看268 金碟国际部在英国九豪二 涉及5% 也看股价走势 其实一直走高 而且之前有利好因素 配股一成比在京东雙城方面 消息究竟反映在股价上没有 如果真的没有负 现在这个高位会不会怕高追 当然 如果以价位来说真的高一点 但是刚才家庭观众问得很清晰 就是想少少地走一走 就是比较短期 我觉得如果以短期来计算 至于一来市市又那么强 或者二来它本身有京东的入股 其实不排除有机会再赤一炒 所以我觉得你如果真的纯粹博短期的话 不是完全不可以 但是就真的 撑得短期一点 还有注码上说就不要太大注 因为为什么都觉得可以撑一撑呢 因为整个走势来说 其实都挺有个再突破的意味存在 因为虽然上个星期尾 就曾经都叫回过 或者曾经落下五个六楼下 但你见到在这个位置里面 收过这样的十字星 再加上配合之前的阴烛 再加今天的阳烛 其实挺有再做一部突破的意味存在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短期 在大约五角九边的位置 小小地试一试 看看有没有机会 是破六个一之后 以大约六个三楼上 做回目标价 而下面其实很简单 就以上个星期五也好 或者十天前附近 五角半左右 做回我指示位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纯粹博短线 穿五角半楼下 怎样都考虑去走货 如果你愿意去做回指示的部署 我觉得你小小地试一试 都可以考虑 好 帮到你就是黄小姐 好 多谢你的内电 这一节的问答环节 时间也是差不多 谢谢Ravi刚才的跟进 多谢股份 说的股份是否持有的? 是没有的 好 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继续有问答环节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